大家好,我是小群,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官方的一個新的企劃 那就是這個神魔改革行動部 然後再來他們就是為了這個BUG的部分,還有一些遊戲設計啊 為了回應玩家的一些問題呢,就是成立了這個小組 那這個小組每個禮拜二跟五呢,都會在晚上的六點推出這個1800 神魔特別報告,來回應一下大家關注的這個事項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第一篇的這個回應 那,大概是講BUG的部分啦 然後,我知道玩家很關注這個版本BUG家具的問題 然後他說,由於現實的項目代碼已經開發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在一個不穩固的基礎上,不斷加入新的功能會引發很多嚴重的問題 我應該是說這個遊戲已經八年了嘛,已經很久了,然後一直更新一直更新 可能會有很多問題出現啦 所以,開始了重構底層程式碼的工作 這個,我是不懂這塊啦 大家就看看齁 像是上個版本推出前,工程師團隊就重構了這個9000多個角色技能的程式碼 因底層改動關係導致了不少BUG的產生 重構底層程式碼對工程師和測試員來說都是一個 兼具的任務 但為了長期繼續營運遊戲呢,決心要完成它 那,如果說他們今天把這個底層的程式碼 就是處理好之後應該就不會那麼多BUG了 重構底層程式碼其中一個好處是部分已知問題 能快速修復 讓玩家可以這個通過重新動遊戲下載支援包解決 日後藝能更快修復各種已知問題 所以要快速修復BUG就是要等他們 重構底層程式碼 只是這個重構底層程式碼呢 不知道要 多久 好,然後再來 對大家帶來不好的遊戲體驗呢 覺得真的非常抱歉 會減少對大家的影響呢 讓大家知道問題的進度 反正就是 會與每個工作體驗與工程師專業 更新一次問題的處理情況 所以你對遊戲的BUG非常在意的話呢 可以去follow這個 神魔工程師的FB粉絲專業 那再來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不把版本拖長 或者是延遲 而且我記得他們之前就是說要把那個版本 改版的週期延長 我曾多次與其他工程師認真討論此方 甚至成於上年 就是2020年 嘗試過拉長週期去修復問題 然後團隊發現問題的重點在於 底層程式碼又是底層程式碼 只能透過重構 底層程式碼才能解決BUG多的問題 由下一個版本開始呢 團隊會調整開發流程 預留比以往多一週的時間 給測試人員與測試伺器測試 預留更多時間給工程師修復問題 意思應該就是說 這個在改版前 通常都是 可能公佈大獎的 這個下一個禮拜一就改版了 可能會再多留一個禮拜的時間 讓他們去測試這個新版本 希望就是 真的是不會再有BUG 因為每次推出新版本 都一定會有BUG 這個大家已經見怪不怪了 希望他們就是能做到 那再來 為什麼不能立刻解決某些BUG 是否會秒修有利於玩家的BUG 不修有利官方的BUG 其實這種東西是玩家的說法 一種 玩家的感覺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應該 沒這回事吧 部分已知問題是客戶端的問題 要修復必須重新提交APP 並且等待平台審核 所以修復的速度比較慢 因為像Apple的這個審核 就比那個 安卓還要 嚴格一點 所以每次Apple都會比較慢 那個更新好 然後另外它有其他的因素 包括該測試員是 能否重現問題找出原因 以及該問題的修正難易度等等 所以不是BUG 不是所有BUG都能被立刻解決 我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回覆呢 滿不滿意 然後再來有部分問題 修復的速度比較快 是因為能夠被通過 更新服務器代碼 或透過更新支援包方式修復 重建底層程式碼 能透過這方法 復修的已知問題會越來越多 對誰有利並不會影響修復速度的因素 而且我覺得 像這句啊 秒修有利玩家的BUG 不修有利幫官方的BUG 這其實對官方來說說真的也沒有什麼有利吧 我覺得 對他們來說也沒什麼好處 只是讓玩家更討厭官方而已 所以他們應該也不是真的說 什麼秒修有利玩家的BUG 這個說法我是相信的啦 只是這些 像程式相關的東西 我相信90%以上的玩家應該也是聽不懂啦 反正就看你們能不能 你們信不信服這樣子的說法這樣子 那我們看下一個問題 玩家能否知道已知問題的修復進度 其實我覺得修復進度的東西 應該沒有很多人關心這個吧 從2020 1月4號開始 團隊已在每個工作天 最少一次於工程師專業更新 已知問題的處理狀況 不過請理解團隊不能公開部分影響遊戲平衡的已知問題 但仍然會 繼續處理那些情況 除非特別嚴重的吧 不然其實小BUG的話 我覺得大家應該比較沒有那麼在意啦 那再來為什麼不聘請多一點工程師 工程師團隊一直都在擴大 人數一直有在增長 BUG的成績是底層代碼的問題 他已經 重複很多次這個底層代碼的問題 不是招聘更多人手就能解決了 反正就是說 不是人多就有辦法解決 不是工程師人多就有辦法解決問題 主要是 可能是說 他們工程師能力比較不足 就是要 更強一點的工程師 才有辦法處理的意思吧 應該是 反正他們就是在增工程師 這樣子 好啦 以上就是他們 今天 禮拜二的 第一次的這個1800 1800的這個回覆 1800特別報告的回覆 那再來就是禮拜五 期待他們回答更多 大家 的疑問 這樣子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影片的記得訂閱 記得按下喜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